我們看這裡 它說以同線繞成的線圈甲跟椅 互相平行 但不接觸 兩者均禁止不動 如這個圖所示 線圈甲在有穩定的電流 假設是這個方向 則線圈椅中的感應電流怎麼樣 它有穩定電流的話 它通過以這個環面 它的那個 持通量是固定的 那持通量固定的話 那持通量沒有變化 我們知道根據法拉第定律的話 持通量變化 是等於感應電動式 加個負號 加個負號代表左手 所以的話 這個沒有變化 沒有變化在椅上面沒有感應電動式 那沒有感應電動式的話 就沒有感應電 所以大家應該是選C等於0 感應電流的等於0